知名作词人李昆成四月因大肠癌病逝 未料儿子李卓轩近日突然撰文控诉林静恩伪造文书 侵占爆出真产疑云引发外界热议 据联合报报导李卓轩表示林静恩是巨婴 完全不工作都在家玩游戏还会喝酒 抽烟甚至使唤李昆成出去赚钱 因此认为两人根本没有爱 直呼爸爸是因为林静恩的家人已不跟他联络 所以不可能与女方分开否则他会没地方住 更说爸爸身体不好后是姑姑帮忙照顾 姑姑还要顺便照顾林静恩帮他洗衣服主办 后来姑姑体力撑不住还摔车 李昆成儿子曝林静恩整天酗酒 以前从白天就开始喝威士忌 后来没什么钱了改喝米酒头 而李昆成或许是因为要养林静恩压力大 也跟着下去喝酒 他过世后我看他手机他都在玩宝可梦 他已经没有再创作了照片 都是宝可梦他已经放弃他的人生了 如今李昆成病是林静恩似乎还是都在家喝酒 李卓轩说林静恩拿到房产后把门锁都换掉 要让他进不去 但是有次接到管理员通知 林静恩喝醉酒大炒大闹乱砸电灯等家电声音 带到惊动邻居 管理员两个星期前还有报警 警方那边都有记录 近28日李卓轩再度爆料 表示海藏当天家属只有他和姑姑到场 而林静恩怕负担丧葬之初直接生命 他在整个后事过程都有通知对方来 结果林静恩紧回我不需要参加 林静恩害怕他真产直到李昆成要弃切了 不能说话了 放心通知他前去签弃切同意书 且林静恩最关心的就是李昆成的手能好起来 每天按摩他的手能写文件例以主分产给他 我也知道他的目的 后来他用结婚方式透过房产我也知道也看在眼里 但是我忍了因为这样他才肯放过我爸转到安宁 李卓轩提到为了让我爸好走 我也跟他有说有笑 建议他去学专业技能以后能独立自主缴房贷 结果最后还是巨婴一个 我真看不下去以上就是真相